OK,Hello,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讲,也不是讲啊,就是分享一下,因为我也是刚刚学的比较惨,这个我们管它叫做Binary Search Tree,是一个什么内容呢,抽象一点的话就是一个数的一个结构,对吧,从一个最上面的一个Parent Node,然后颜值往下,直到无限大,那你假如说想把它用现实生活中的绿子来举的话,就是 就是你最早的人类,然后突然蹦出了两个,之后进行这个大人民的运动之后,再生下了一堆孩子往下走,这种一个结构,对吧,所以说在最开始的时候呢,我们要写这个结构,你要有一些一个class,对吧,叫做node,这个node里面要包含一些什么呢,每一个node就是都会有这些东西,它首先要有data, 就是在node里面呢,它要装个东西吧,对吧,它要装个数,所以说最好是在construct里面写一个data,然后呢,这个data呢,给它定义成self data,对吧,然后之后每一个node里面一定要有left child和right child,对吧,你得剩下两个嘛,这样他们才能进行该有的运动,对吧,所以说我们要写left child, 先把他们指向node,原因一会给你讲,right child,这两个数呢,就是说你想,比如说我们现在,想给你抽上一个o吧,对吧,o底下,还有两个o,对吧,这整个三个加起来是一个node,对吧,在这个node里呢,它有一个root node,对吧,它还有一个left child, 一个right child,这个时候这个node是连接到这两个的,然后你比如说这个是left child,你假如说recursive,就是说你在这上面,再叫一个insert,那这个左边和右边又会出现新的node,然后这样一直往下,这样一直往下,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三角,当然了,不一定是三角,说不定变成了这样,那枚没数了,也有可能,好吧,就是它这个基本概念,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写这个insert方程, 首先呢,要写个edge case,就是这两,你要出入,你要insert这个值,就是你insert这个data,它是不能和数里面已经包含了data相等的,相等的话就,我的天,我也不知道了,对吧,所以说要把这个case给它弄掉,所以当new data,就是我们现在要插入的值,等于,我们之前里面已经有了self data, 这个时候呢,你就return false,这样就不好了,然后else if,那这个时候呢,假如他们不相等,那你就可以该干什么,干什么,对吧,当这个,我们要出的new data,比如说这个,我们想插入这个data,插入这个数呢,是比这个parent,这个子,这个父亲的node要小的话, 那我们就把它放到neft child,就放到左边去就行了,比较大的话就放到右边去,大概思路是这样,那比较说,new data,小于self data,小于left child, 会吻它 tenido,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, Latvà,kb是这样,哈哈被你发现了,说到当他的new data,哇,ande тех, wond 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特别懂呵呵呵呵呵,被你发现了,任何说,当它的new data要比self data小的时候呢,你有进行什么呢,就是说开启如果开启就是 George 旁邊的left child, self.left child等於none的時候,你要生成一個新的node,self.left child等於node,然後這個是new data。 這代碼是什麼意思啊?你想假如說現在這個數字空的,你往他放第一個node,對吧?那這時候他就進行一些查找,不是就已經有一個數了,比如說他有一個parent node了,因為我們在初始的時候是需要往裡面放一個data的,就比如說我們第一個data是5,對吧?這個時候你想在底下插入一個比如說,嗯, 比如5小的吧,那插入一個3吧,對不對?插到他左邊,那假如說這個時候這裡是空了怎麼辦呢?對吧?這裡沒有數,對吧?沒有數的時候,就創建一個node,創建一個node,然後這個node是3吧?這個3不就是你在這上面插入的new data嗎?這個new data是3,所以說這裡也是3,懂了嗎?OK。 所以說這個就創建一個node,這是一種情況,那else呢?假如說,比如說這個是5,對吧?這是4,這裡是6吧?你要再插入一個3,對吧?這個時候你看,你要插3插入進來以後,我們比較在parent node底下的4,這個時候已經有一個數了, 你就不能直接再造一個這個數,你得以4為pairnode,再進行recursive的循環,怎麼寫呢? 就是說,當這個else這個意思就是說,當self或leftchild不等於node的時候,就說這裡,這個就是比如說5,左邊這個4,這裡面有數的時候,該這麼寫,我們就進行recursive,就是說self點leftchild點這,是不是很聰明? 吊炸天,當然了,你這裡面要寫個new data,就是說在左邊的leftchild,就是說比如說這個4,我們再對這個4,再進行recursive,叫一下insert,然後出現了3,最後把3再插入進去,在第2次循環的時候,你看,就說它比較了, 好吧,你覺得它是不是等於是要beta,是不是比4小,是不是比4小,對,比4小的時候,這個時候4的左邊有沒有leftchild? 哎,左邊剛好是指向none的,對吧?因為3這個時候是不存在的,3這個時候是不存在的,這個時候你3進去就對了,好嗎? OK,同樣的道理,是right一樣的,就等於說把這個代碼全,怎麼說不給力啊? OK,全寫下來,對吧? else,然後呢,我們把所有的這個left改成right就行了 好啦,這個insert就是這樣寫出來了 谢谢大家